一枝川环战,千冠万马来相见 时事观察集结号,现场直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建峰 多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时事观察集结号 特别要感谢在香港看的我们直播朋友 香港已经是深夜时间了 多谢你们的支持 也都希望大家继续帮我们转发和点赞 也都加入我们的会员行列里面 也都欢迎大家订阅 我们希望将我们的节目传得这么广 因为我们做节目中文电台的 在时事评论方面的本的精神 就是我们依事实说话,客观中流 有多少分的事实,我们说几分的话 我们不会带风向,也都不会蓄意去煽动某些情绪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每个月 我们都会定点安排一些嘉宾 定时上我们节目里面的 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二 我们请来香港作家余飞 和我们一起做节目的很难得 首先和余飞打一声招呼 余飞你好 你好,早安 晚安 好的,今天余飞选了一个题目 就是两个扎连司机 欧洲两个扎连司机和霍素玉 扎连司机我们很熟了 他已经彻底出了名了 已经在历史上应该都会留名 至于里面留名之后 跟着写去什么呢 就是后话了 但是为什么会走出两个扎连司机出来呢 然后科素玉 科素玉这个名称我们都会耳熟 但是究竟是怎么样 是现在和这个世界大局里面 有什么的关系呢 可能我们一般都知道的不是好很多 所以今天可不可以先请余飞 讲讲你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 和我们讲今天 还有就是科素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个是我想讲的题目 也是我看到有读者留言 是说想看的题目 想听的题目 所以我觉得都可以讲一下 科素玉这个人近几年发生的事 是很有典型意义和特殊意义的 如果我们看得不明白 科素玉这几年发生的事 我们会从而知道 怎样看国际时事 它是很特别的整件事 你不可以看它最近几个月 要数一下几年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在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主要是你明白了这件事 你会明白很多东西 我今天想开始的时候 做一点点热身 因为对我来说我是心野 都还没开声 所以我常常刺一些声 我今天准备了很多图片 请放第一张图出来 我放第一张图出来 等大家认一下样子 等大家开始听我讲 今天科素玉之前 你看看这九个人 有多少个人是认识的 一会儿跟我讲的内容是相关的 我不是玩一个不相干的游戏 可以放图一出来 我们经常听国际时事 会看到一些人名字 大家看到了 你数得出当中多少个人 我们由最顶顶的开始数 给大家看一两秒钟 我说过名字之后 如果你知道的 大家看一看你 如果不记得名字是不要紧的 最重要是记得他就是奔若的 这个秘书长 就是很鹰派的人 他的样子都是那类型的 旁边一个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布林肯 跟着第二行的呢 这个就是索尔茨 大家都知道的 索尔茨旁边的那位呢 这位女士就是德国六党的 就是负责外交的 非常年轻 也都没有经验的 最近秦江去德国都见过他的 他可能大家都知道 他认到他的样子 他就是德国新的外交部长 旁边这位白头发的老人家呢 他是哪位呢 他就是伯雷利 那些名字我们 就是中译或者也有几个版本 我们先不要理他 因为他们来自不同国家的时候 不是我们用英文读出来 就是准确的 那伯雷利呢 就是欧盟负责外交事务的 那为什么提这个人呢 一站都相关的 那他就是属于他本来要访华 但是去之前 就说中了新官 所以没有去不醒的 那究竟是真的中了 或者不是中了 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他没有去到 如果他去到之后 可以跟中国有当面的沟通 其实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要成行之前 就是中了新官 在最下面那一行 那位是谁呢 这个就是内塔尼亚湖 大家都知道的 刚才的图大家应该都看得及了 在旁边那两位 是哪位呢 大家认不认得到呢 那内塔尼亚湖 我想很少人会猜到 如果欧尔班是总理 他就是匈牙利的总统 那我们经常听国际时事 我特意用这张图来 让大家都帮自己做个测试 其实我们没有留意他们的样子 或者能否认得到他们呢 那我就是想说 其实我们读国际时事 除了框架之外 有时候有很多事情 那个框架是对的 但是也要配合着 有那个人 去做这件事 做这个角色 所以才有那件事发生 包括科索玉的事 好了 那这九个就是 无关了 跟我今天科索玉的 那接下来可以放 从图2到4 图2到4 好了 图2呢 大家一定会认识的 不用我讲你都知道的 那图2呢 就是 我们都知道 他就是 穆斯奇 穆斯奇就是 塞尔维亚的总统 好了 那接下来 图3 图4 你们会觉得他是谁呢 这个你们可以看下他了 穆斯奇不需要怀疑 大家都知道的 那接下来的 那个图3 图4是谁呢 那我大家去看看 先看 我是迟几秒的 那你们应该已经看了的了 请讲 好 那这个 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人物 他就是科索玉的总理 傅二提 那这就是中译的名字 有几个不同言法 傅二提 今天要讲的 就是讲他 为什么要讲他呢 那可以放图5出来 图5呢 我本来想有几秒钟的视频 想播一下的 但是因为反权问题不方便 所以我只是截图而已 我今天的题目 就说是两个 扎连斯基 请注意 我一向都不是 喜欢炒作 或者是标其立异的 我不是特地安拒 叫做扎连斯基 因为扎连斯基现在红 还有 成为一个象征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是 蚀武奇 在今年的一元 是自己说 这个副议题 就是刚才 我们大家没看见 不懂他的样子 不熟悉的 这个人 他就跟美国说 就是说 请你们支援 科索欲 科索欲 将会是北弱 那蔡尔维亚 就好像是俄罗斯 你只要支援我 科索欲 就是新的北弱的边界 那他安了 穆斯基的花名叫小普京 那所以 这个穆斯基就说 他是新的扎连斯基 无论如何 就是说 新的科索欲总统 他有心想做一个 好像 因为是炒作 所以用扎连斯基的名字 是他们 他和科索欲的总理之间 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因缘 所以这么说的 好了 既然关键人物 是科索欲的 副议题 我有听到朋友 说想听科索欲 听科索欲 先要了解 副议题是一个什么人 要了解副议题是一个什么人 我怎么都要花很短的时间 稍微讲一下 蓝斯拉夫的前世金生 那我就请你放途七 因为要明白 他的前世金生 才知道为什么会有科索欲出现 这个是一个极足版本的 当然是一个很简约的版本 而且也不会去数中世纪的时期 那些事的了 那严格来说 我们知道以前是有蓝斯拉夫 蓝斯拉夫在巴尔干半岛 是一个非常好的度假的胜地 巴尔干半岛是哪里呢 我都有图的 大家现在先不要打住 意大利那只乞 旁边就是巴尔干半岛 那里风光明媚 当它在蓝斯拉夫 在一个整体的时候 经济发达 人民的平均收入不低 生活质数很好 当然那时候就会被我们 叫做一个强人 叫做铁托 也叫做迪托 它强人管治 那将不同那个区域 巴尔干半岛 不同区域 不同种族的人 就勉强地拉在一起 由于它是一个整体 那个面积比较大才能做到事的 或者都可以看一看图的地图 我一边讲大家可以看一看图 那个地图就是图31 我后来补上那几个 29、30、31 让大家看看那个区域是多么大 但是1980年代 1980年代 1980年代 直接是铁托就细小 它细小之后 有十年时间 蓝斯拉夫还没散的 但是到1992年的时候 终于散了 因为其实在铁托在小的时候 已经是渗透的 有渗透 那就令到有一定的反对力量在这里 酝酿到1992年十年时间之后 蓝斯拉夫正式解体 如果你看到图的时候 我特意有一些加了中文字上去的 红色那一块就是塞尔维亚 可能要放大一点点 感觉一下先 绿色那条线固着的 就是蓝斯拉夫 其实不放大有个好处 就是给你知道 其实它在欧洲那里 一个小块的地方 因为我们放大了 我以为塞尔维亚很大 可能和科索玉很大 科索玉和塞尔维亚 其实在巴尔国门都算是一个小地方 放大了你就会觉得很大的 比如 为什么我说它是小地方呢 科索玉 大家想象到它有多少人口 是180 1万左右的 香港也有700多万人 而塞尔维亚红色的那块 只有大概是680到700万的人口 所以不算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国家来的 1992年 蓝斯拉夫解体之后 大家还记不记得 1999年 我们的使馆 在蓝联盟的使馆 被炸 那次就是科索玉战争 什么叫蓝联盟呢 蓝斯拉夫已经整个解体了 大家看到这些炸圈着的国家已经解体了 解体了之后 塞尔维亚就仍然搬着黑山共和国 就整了一个叫做蓝斯拉夫联盟 叫蓝联盟 当时就有一个叫科索玉的人动危机的事件 但是那个原因是众说纷纹的 就是1999年的时候 就是炸那里 经过那次的炸 狂轰烂炸之后 塞尔维亚是更加虚弱 所以其实是再拖多几年 去到2003到2006的时候 连黑山共和国都说要自己独立 结果就是决决脱脱脱的 那几个国家各自独立 就是马其顿 黑山共和国 塞尔维亚、波斯尼亚等等 就变成了一些小国 那好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 听到的F16战机 或者是那些朋友弹 很凄凉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 炸科索玉 科索玉战争炸 塞尔维亚用的最多的 那今天我们就很熟这些名字 但是当然是一个新的武器 就是全部用了去炸塞尔维亚 那你明白这个原因之后 就会知道 连黑山共和国都在2006年 那时候独立 独立了出来 所以去到 已经很虚弱的了 去到2008年的时候 在美国背后的慫恿 英美两国的慫恿和支持之下 2008年就是科索玉 都宣布独立 而且是英美为首的那些国家 是承认它的独立地位 所以才有今天你看到的那些争拗 好了 刚才我提到这个总理 这个总理 既然我们刚才讲过 2003至2006年 塞尔维亚连黑山共和国都要和它分开 这时候它的国力和影响力是有限的 而傅尔蒂就在2005年 它当年都只是30多岁 30岁 就成立了一个党 搞街头运动 说要争取科索玉 完全独立 那时候不是2008年 它就争取独立 而且要争取拼入去 阿尔巴尼亚那里 那变成一个 一个更加大的 直接是脱离了改造是民族的一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前因后果 好了 傅尔蒂就在独立之前 就上了位 就是成立自己一个科索玉独立有关的党 就是30岁左右 好了 就可以给图8 大家看看 那我很快地说一说 傅尔蒂是怎样起家的 那你就先验明到 刚才南斯拉夫的前世 现在就是波索玉的今生 为什么会今天这一步 这个傅尔蒂大家都不认得他的样子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 就是一个比武士奇说他是新扎连斯基的人 那他又是30岁已经2005年已经组党 那很幸运 08年的时候独立 这个人 注意了 他在35 我不数年份 我说岁数大家会有感觉一些 他在35岁 到40多岁期间 不断参加选举 那些选举就是他们 科索玉的 2010年 2014年 17年 不断参加选举 他选得不差的 但是就整合不了力量 因为他们的议会是要整合了最大党 你又要逮捕那些小党 就推举到你才能做到总理的 但是他就错失了这些机会 直到2019年的时候 才胜选 而且聚合到一些其他党派 令到他成为总理 他在2019年 第一次做总理 那在这里我先补一句 我刚才提过大家 科索玉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有181万人左右 但是党派 就是去选举的党派 是有25个之多 所以你可想而知 其实他是一个零散的国家 还有你看他们的竞选口号 比如这个富裕提 他当年为什么可以 拿到比较多的选票 尤其是2019年 为什么可以上台呢 是因为他说 他要反贪腐 解决就业率失业率高的问题 要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那就是说这几样都不行 大家明白吗 凡选举如果他标举一些口号出来 而受落的话 就是说那地方这几方面都很严重 就是贪腐和失业率高 民生问题 经济发展都不好 这个就是他在2019年前后的事 好的 说到这里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好了我们回到第二节的时事观察集结号 我们今天请来的是香港作家余飞 就跟我们讲讲 科索旭和第二个 扎连斯基 科索旭 大家刚才说 余飞都讲得很仔细 就是南斯拉夫 好像我们 这些年纪的人 可能更加习惯这个名字 南斯拉夫 铁托 这些我们从小时一路听到大 但是南斯拉夫 当他解体之后 分裂成为 很多个不同的国家 中间最大的一块 就是塞尔维亚 接着就是科索旭 中间的矛盾 他刚才说 没说到矛盾怎么起来 有发生过战争 但是 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 这样的地步呢 我们请余飞继续跟我们 讲下去好吗 为什么发展到今天 什么地步 现在往后就是一个戏肉 我们刚才说到 他2019年是胜选 那就挺好的 他那个叫自决党 我可以放九和十出来的 屠狗就会看到 他太太写了一本书 很有趣 是由塞尔维亚那边 一些人权组织 帮他翻译做塞尔维亚文的 就是讲一个自决 科索自决的 我重选 意思就是说 他上台之初 在2019年 各方都对他抱有希望的 因为我刚才提过 1999年有个科索战争 当时这个赫尔维亚 他只是24岁 他没有参战 这个年龄可以参战 但是他没有 所以西方社会期望 他可以用文工 所以他出书 他太太竟然是可以找到 塞尔维亚那边翻译 塞尔维亚文 在那里讲这个自决问题 想用文工的方式 去替塞尔维亚制造一些障碍 或者是麻烦的 他也朝这个方向得到 德国那边对他支持 欧盟 刚才提过那个老人家 就是戴雷尼 也是第一次上任之后出访的 是一个这么小的地方 科索旭 所以大家都想捧他做明日之星的 但是谁知道新冠疫情了 2020年他就处理疫情处理得不好 因为你知道他那些是属于议员 你是多数议席的话 就推举你做总理的 就被人拉回来 但是他又在2021年的时候 又上回去 所以就 你们现在看到那张图 就是红色衫的投票的那个动作 就是他上回去一年就 2021年的年 他年头再上任 年底的选举已经大失利 就是他的党派在地方选举那里失利 举个例子就是38个市市或者区的选举 他输了二十几席 就是只拿到几席 所以那个选举就会说 他在2021年上台 2021年的底年底 已经是选举失利 地方选举失利 他们的选举很频密的 好了 接着就是弃肉了 接着就是可以放途十一到十四了 大家看一看感觉一下 其实去年在俄乌战争的时候 我在节目都提过 就是其实 可能塞尔维亚和科索欲都有一些紧张关系的 我在节目都提过就是说 因为科索欲要求 我们刚才看了地图就是 塞尔维亚的最南端就是科索欲 最南端的科索欲 就是科索欲的北部就是和塞尔维亚接养的 在那里是住了很多塞尔维亚人的 通常正常情况之下 根本虽然他2008年已经独立了 但是大家都拿着两个证件 出了入人 没人理的 但是这个科索欲就要搞事了 他就要那个科索欲的北部 就是贴着塞尔维亚那边的那些塞尔维亚人 要他们申请一个科索欲的身份证和车牌 就是说要逼你两个证件之中选一个证件 于是其实去年打俄乌之战的时候 已经关系紧张过一次的 当时有些分析甚至说 会不会是北约想开多条战线 我们有过这个分析的 但是当时我在节目都说 就是说似乎不是 因为欧盟和美国想按住它 但是终于按到了 所以大家看到那些图 我特意标明的日期是2022年的8、9月之间的那些事 好了 那就一直下去了 可能他没有拿到他需要的甜头 拿到那些 但是不够用 他到最近5月份又搞事 我说为什么这件事很值得 科索欲值得说呢 就是他搞事 但是与此同时 5月份他又再搞事 可以给图15和16、17出来的 可以帮你看看 我们都知道5月头 美国有很多枪战 就是有人持枪杀死很多人 但是在塞尔维亚是很罕见的 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 就是5月3日和5月4日 科索欲不是蔡尔维亚 竟然是罕有地发生一些持枪杀人的事件 大家看到这个21岁的枪手 这中是5月4日的 他直接开车走三条村随机杀人 这个就杀了8个的 但是他之前的那一天 就是一个13岁的青少年 是持枪回学校 杀了又是8、9个人 所以5月3日和4日 其实是很特别的 当时这两宗僵击案发生了之后 这个就是 都是5月头发生 但是一直是压着 到5月底才更加有冲突的 就是赴尔维亚特意派一个亚族人 去科索欲的北部 去管蔡族人 这个被委任去的市长或者区长 一去到就先下了人家的蔡尔维亚族的旗 那就是摆明是挑事的 注意哦 我刚才说5月3、5月4日 有张经案 然后5月头身份证和车牌 没有搞起这些事之后 他就去搞一个用亚族人 下去赛族人那里 去做市长、区长 去挑事非 巧妙就在这里 5月头的那个枪击案 赛尔维亚的反对派 大力轰这个政府 没有管好治安 竟然有枪击案 那就在国内 就做了几次大游行 甚至霸路、风桥 都上了新闻大家已经有人讲的 那姆斯奇就说 他嗅不到颜色革命的味道 这个呢就是惯上一些阴干你 用反对派去干扰你的做法 这个是很成功的 因为削弱你的领导力 所以其实姆斯奇在5月 这个枪击案之后的5月中 他很艰难 因为他后来要辞了他的党主席 要专心处理 那些人愤怒 有这样的枪击案 这是一件事 要是撩起内政等等 好了 正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无端端这个富尔替 就搞这个亚族人 去管蔡族人的事 就是用它做市长 于是呢 就令到突然间 由颜色革命 慢慢阴点阴点去削弱 姆斯奇的权力的这个做法 突然间有一件外母的事件 因为那些蔡族人当然反对了 大家听新闻都讲过 就不播徒出来了 就又拦截他们进去 后来发生冲突 还要波及了北约的人员 那可以 于是连欧洲、美国都谴责 就是说 谴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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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没有管理好的局面 好了 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看图18、19这个很重要 大家见一下那个场面 就是由于有科所欲去欺责赛族人 令到 赛武奇可以发动一个 在他自己说的数字就是说 当时那几年之内 最大的一次街头集会 大家会看到那些图片 就是18、19那个场面很盛大的 所以就令到赛武奇整个口气 是变成硬朗的 就是他于是就要说 国家现在要凝聚力量 要一起对付外母 去保护在科所欲的赛尔维亚人 那就是说 来到这里差不多了 那就是说前世今生的问题 那场面很盛大的 当天那个活动 那可以都看完20的 图20就是6月1日最新的 不若再次谴责科所欲 没有管好他的那些冲突 令到他有几十个 维和部队的人员受伤 骂他回头了 那差不多了 那大家说要听科所欲 听科所欲就要用这个角度去听 那我们有很多一些网红的 那他们就会将一些 应该是 等一下 是 那我就不播出来了 那在网上会听到消息的 就是说最近这次这样的冲突 是不是美国也在背后搞事啊 那美国真的要令各个地方都不安全的 那我特意数一次给大家看 你就会知道 其实如果5月3月4日 那种阴招暗招 确实是可能和美国有关 但是现在科所欲走了一个 自己跳得很高 他觉得他可以拿到一些政治利益 还以为北约他们会支持他 去对付这个武士奇 因为武士奇是比较亲俄的 又不肯参与这个制裁 但是 如果以那个盟络来说 其实 富尔蒂是破坏了 美国在部署的一场限式革命 大家听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这样铺牌一下 就是说其实 这个富尔蒂他上台之后 北约和欧洲对他是既以厚望的 他又出书去写这个统一 就是扮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样子 其实欧洲或者北约 甚至乎是美国 他当然会对蔡英文维亚不安好心的 但是他想用的手法就是文斗 文工 就是暗地里削弱武士奇的力量 但是谁知道 突然间在五月正正是想做事的时候 就被这个富尔蒂搞了一宗 用亚族人去管蔡族人 摆明是他不对的 的事还引起衝突 用湘球维和部队 搞到 变了个道德力量 站在武士奇那边 所以大家说要听波索鱼 要这样听法 就不可以只听表面的冲突 哪个打哪个 或者背后有没有美国的手影 我这次就是想告诉你 有 但是被一些自己想做小丑的人 打乱了阵脚 而科索鱼一个百多万人口的地方 百多万人口而已 但是就要行民主选举 有二十多个党 于是就有这种人出来 就好像扎连斯基这类人 而这类人 就会专闻一些危机 想自己可以发达的 所以今集我说要听科索鱼 要这样听法 那现在反而他们的冲突 是美国和欧盟自己要按住他的 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够时间 还有小时间 我就想再讲多一个例子 因为如果今天 我经常都希望做一些 有深刻的打破套路的事 今天我讲的例子就是 我没有否认到 美国是会插手其他事务的 包括塞尔文雅 所以我刚才说 他5月3、4日 那个枪警案 是非常神奇 和古怪的 背后一定是有鬼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不是拿着这个套路 就可以解释到 科索鱼当前为什么乱 科索鱼当前为什么乱 还因为有一个近似 是扎连斯基的人 去配合一个环境 拿他想要的东西 所以才有这个乱 所以就是说 我想提醒大家 有个套路之外 不是从此就不用听时事的 因为有任何国际时事 你都将去找这个坏弹制 美国这样搞定 当然它是坏弹 但是还要有一些小流浪 配合才可以的 那我们才知清楚这件事的 好了 这是第一个总结 第二个总结就是说 科索鱼独立 用民主选举去选一个议会制度 然后议会就多数议席 推过总理出来 然后议会委任一个总统 民主制度没有带给科索鱼 独立之后的科索鱼有好的生活 因为它解决不了经济问题 因为它不是全世界都承认它的地位 于是它经贸上面不是处处都路通的 好了 我又怕大家于是朝着方向将它简化 所以民主选举都是不好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刚刚有一个相反的例子 就是匈牙利 我们刚才可以全部放出来都可以了 就是25到21、22、23 放出来都可以了 给大家看一下感受一下 在场面的样子和气氛 我一直说着 对不起 对不起 那就是匈牙利 我们如果简单化去看这个时事的时候 这个人很厉害 因为匈牙利的欧尔班 如果不是他最近说话非常之硬正 而且每次都不遷就那些北约和欧盟的 甚至乎不放行加入北约 我们不会留意欧尔班这个人的 我们听听时事的时候 不要以为因为是个性问题 他是硬朗 所以他这么做 我很简单很快地讲一讲他的生病 欧尔班27岁已经从政做国会议员 30岁已经做他一个政党的主席 然后他由47岁到60岁 做了五任总理 而他五任总理期间 整个匈牙利的经济是可以的 而且他用它特殊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发展足球 就可以免税的方式 让匈牙利的足球打得不错 在欧洲杯那里起码有个名堂 所以一有足球就凝聚力量 所以其实中国也想发展到足球的体育运动 可以凝聚国力 所以我想说 为什么有泽连斯基 为什么有欧尔班 或者为什么有富尔提 他们其实都是选举上台的 但是选举上台还要看看他是否能人 那欧尔班摆明是一个 比较真正是为国家做事 争取利益的人 而其他那几个不是 所以民主选举就看看你 选到的是政治家还是政客 而欧尔班那种硬朗 并非偶然 并不是说他性格上比较强硬 那么简单 是因为他有近乎33年的从政经验 所以他可以这样做 那么我今天就 因为我自己想讲 还有听众想听科所欲 那么我必须要用这个方式 去跟大家讲一讲 那么大概就是 将两者和整体情况讲得 给大家知道那个深刻度 不要只是将套路套了下去 就以为可以读通一些国际事实 听完岳飞今天和我们 讲讲南斯拉夫瓦解之后 就是欧洲这一块地方的事情 我有一个感慨就是 中国人追求大一统 是有它的道理 其实当一个区域 尤其是涉及到不同的种族 如果再加上宗教的分歧 如果我们不能够 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管治下 这些矛盾是无止境的 不知道要乱多久 所以这个就是欧洲一个的乱源之一 这个也是这样 今天很多谢余飞 硬硬硬睡 和我们整理了这么多的材料 很详细 我们都了解到这块地方 现在发生的事情 接着我们来看新闻 可能就更加清晰了 也都知道究竟这些事的来龙是什么 否则突然间就会看到 为什么蔡尔维亚 又好像要准备打仗 又要动员 好像这么紧张 因为什么原因呢 我们今天清楚很多了 多谢余飞 希望清楚了 是很清楚 我们下个月再会了 好 多谢大家的收听和收听 多谢 拜拜 以上节目发表的言论 纯属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星岛中文电台的立场